丹荣彼爱国系补选也待望了当地的各行各业 尤其是酒店和民宿在提名日和投票日前后 一个床位都难求 简直是比过年还要热闹 餐饮业者也表示会抓紧这次机会赚一笔补选之财 不过根据东方日报的报道 随着国阵宣布由马华丹荣彼爱区会主席黄日升 再次披甲上阵补选之后 早前已经在当地预定酒店住宿 准备支持自驾候选人的巫统党员 也纷纷取消预定 令当地酒店业者一时乱了阵脚 丹荣彼爱国席补选明天就要提名 各政党倾巢而出 为候选人助选拉票 势必要拿下这个国席 为了见证以及协助补选工作 许多民众各党党员和支持者 已经在10月中预定住宿 规格度假村 北干纳纳民宿以及丹荣彼爱区 毗邻的笨针国会选区的廉价酒店 已经是全部爆满 生意比过年过节还要好 最近不选的关系 所以造成这两个礼拜都可以讲是完全爆满 都是别的州的人来 然后可以讲说都一直有人在终于在问 不管是打电话来进来也好 或者是说上网问的话也好 都是有人终于在问 可是已经差不多爆满了 接下来的14天 除了酒店住宿业红红火火之外 相信餐饮业也会随之兴旺 当地选民预计将会携家贷券回乡投票 到时候街头巷尾的饮食店 必定会人山人海 因此笨针旅游促进协会 也促请业者们要抓紧这个机会 如果业者们能够利用这一个 可能这短期之内的 这个好生意的一个状况 加重自己的那个宣传 甚至在服务方面 就是确保不能够因为客人多 而有所下降的话 那我是觉得这种是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宣传 就是让客人回去的时候 会告诉大家 尤其是笨针的住宿服务 有这么样的一种品质 尽管各行各业 趁着补选之势 呈现一片兴旺的景象 不过也有部分酒店业者在头疼 根据东方日报的报道 随着国阵决定派马华候选人 上阵补选之后 之前已经在当地预订酒店的 巫统党员纷纷取消预订 让当地酒店业者一时间不知所措 NTV7采访报道